历史世界频道 大田战役 英语 Battle of Taichung 1950年7月14日到7月21日 是美军与北韩朝鲜人民军于韩战早期 在韩国中清南到大田市爆发的一场战役 美国陆军第24步兵师在此一爆发前 两周已多次与人民军交手 试图持之后者的推进速度 但人民军仍凭借其兵力优势屡次击败美军部队 第24步兵师被迫难撤 最终退守大田 并在城市以东的景江沿岸设立防线 抵御持续推进的朝鲜军队 疲惫不堪且训练不足的美军部队 不仅面临兵力悬殊的问题 而且其装备火力亦无法与人民军匹敌 因事之故 美军在经历数日战斗后撤离江岸防线 转而将兵力集中于束手城市本身 双方随即在大田市内爆发了为其三天的激烈巷战 第24步兵师蒙受严重伤亡 最终撤出大田 第24步兵师虽然未能守住大田 但却成功拖延了人民军进攻的脚步 为其他美军部队与韩国国军争取到在半岛南部设立釜山环形防御圈的时间 也奠定了日后联合国军在釜山环形防御圈战役中的作战资本 朝鲜人民军在此役中服获第24步兵师师常威廉弗里希迪安 他也是韩战的美军战俘中官阶最高者 1950年6月25日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别称北韩 毫无预警的向南侵略大韩民国 别称南韩 随即导致韩战爆发 联合国随后决定介入战争 支持南韩 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议员的美国稍后 已决定对朝鲜半岛用兵 期望击退南清的朝鲜人民军 以避免大韩民国父王 然而 美国部署于远东地区的驻军自五年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便一直稳定的减少 而当战争爆发时 距离朝鲜半岛最近的美军部队是驻扎于日本的美国陆军第八军团第24步兵师 然而该师不仅兵力源额不足 而且在杜鲁门政府血减国防开支的政策影响下 仅配有1945年或更早期的装备武器 尽管如此 第24步兵师仍奉命开赴半岛 第24步兵师是第一支受命进入韩国 以抵挡人民军推进的美军部队 在接下来的数场战事中 该师有效地拖延了敌军的侵略脚步 使第七步兵师 第25步兵师 第一骑兵师与其他第八军团旗下的支援部队得以陆续登陆半岛 已在釜山周围建立防御阵线 第24步兵师的先遣部队 史密斯特遣队 于7月5日在美军与人民军首次交手的乌山战役中惨败 其残部随后自乌山撤网平泽 然而美军部队再度在平泽战役中遭到挫败 携带兵力与装备优势 十一的朝鲜人民军并未就此罢首 在其猛攻之下 第24步兵师随后又相继在乌志院 天安、河东与李全等地被迫向南撤退 美军士兵不仅训练不足 且对战争毫无准备 这样的劣势在面对高度纪律的北韩军队时表露无疑 此外美军内部还普遍存在营养不良 欠缺纪律与无战斗经验等问题 7月12日 第24师师长威廉·弗里希迪安少将下令第19 第21与第34步兵团横渡井江 摧毁所有江上桥梁 并在大田市周边设立防御阵地 大田市位于汉城 县明首尔以南100英里 160公里 釜山西北部130英里 210公里处 不仅是韩国重要城市 同时也是第24步兵师师部所在地 迪安命令第34与第19步兵团在城市东部组织防御正面 而在先前战斗中蒙受巨大损失的第21团则作为预备队驻扎于城市西南部 流经城市北部与西部的井江距大田近郊约10英里16公里至15英里24公里 为首城的美军提供了良好的天然屏障 城市南部则为小白山脉所环绕 作为汉城与大邱之间的重要交通节点 大田市内设有大量四通八达的公路与铁路 也因此不管对美军或人民军而言该城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 不过对美军而言 大田是其在人民军推进至为完工的釜山环形防御圈前 最后一个可用于拖延后者进攻时程的战略据点 一言之 大田若是陷落 则美军将在无天险可守 人民军将可轻易地直取釜山 因此 第24步兵师势必必须在大田背水一战 第24步兵师下辖的三个步兵团 在抵达韩国时的兵力原额均不足战时编制的三千人 且在大田战役爆发前两周的多次战斗中 又进一步承受了更多的人员损失 战役爆发前夕 第24师共有11400名兵力 相较之下该师于7月初辅抵韩国时共边有15965人与4773辆车辆 此外 每个团警匣有两个步兵营 而非常规编制的三个 更糟的是 战线上还有大量士兵因战斗疲劳而被撤往后方 美军因数日战斗而无法休息 内部士气极度低迷 师内军官的阵亡率相当之高 因而造成年轻的军官与士官被迫在经验不足的情况下 冲任指挥角色 除了严重的伤亡数字之外 装备的短缺亦造成第24步兵师的战斗力低落 先前战斗中的损失使该师如今仅有两个炮兵 应能提供火力支援 通讯设备、武器与弹药等装备的数量均相当有限 其中许多更已在早先的战斗中耗损或遭到摧毁 多数无线电均因故障等原因而无法使用 电池、电话线与电话等与其他单位通讯用的器材 亦存在供给不足的问题 部分连级部队甚至仅有一部无限电可用 除此之外 该师没有战车可供调度 其所属的新型M26潘新战车与M4A3雪曼战车均仍在开赴前线的路上 少数可穿透人民军纪 34战车的M20超级八组卡 火箭筒与M28A2反战车高爆火箭弹军数量不足 无线电与电话线的稀缺也严重阻碍了美军各单位间的通讯能力 朝鲜人民军计划以三个师的兵力自三个不同方向攻击大田 人民军第三师奉命自北方发动攻击 袭击美军侧翼 人民军第四师将自东方与南方横渡井江 攻击并包抄美军主要阵地 以其将第二十四师围困于大田 此外 所有方向的攻势均将获得人民军第105装甲师的支援 虽然人民军第二步兵师亦奉命自清州方向对美军右翼发动攻势 但该部队因行径过于缓慢 未能及时抵达预定地点 因此并未参与战役 向大田挺进的人民军第三师与第四师获得了超过50辆计 34战车的支援 人民军师及部队的满园编制通常为一万一千人 战役爆发十个人民军师拥有的兵力 均介于满园编制的60%至80%之间 使其与美军的兵力比将近2比1 尽管如此 人民军部队的士气同样低落 主因为美军的不断空袭 与连续战斗所造成的疲劳 政治委员向部队承诺其在夺取大田后 即可稍作休息 7月19日 人民军进入大田 人民军第三师在大田与沃川间设置路障 切断了留守的第21步兵团前往前线的道路 该团也因此未能参与后续战斗 尽管如此 第21团仍然试图守住了第24师撤离大田的撤退路线 与此同时 人民军第105装甲师的战车开始驶入城市 第三师与第四师的步兵部队则紧随在后 人民军部队随后在室内各地展开部署 并占据重要建筑以设置狙击点 美军则予以反击 并放火焚烧多状室内的木造建筑 北韩军队将攻击重点放在美军的机枪阵地 粮食储存库与弹药库上 疲惫不堪且伤亡惨重的第24步兵师奉命固守大田 第34团亦将主力以往室内以协助抵挡人民军的推进 并成功地在后者企图撤袭并切断美军的撤退路线时 对之施以突击 迪安命令部分部队与师部的多数人员乘坐火车撤往大丘 但自己却决意留守 此时美军第78战车营的数量M24峡飞战车赶抵战场支援作战 尽管有了战车支援 人民军的装甲部队仍于7月20日破时 美军部队自位于大田西北方数英里的大田飞行场撤出 仅将防线上的美军残不易被迫完全撤入城市内 大田如今已遭到包围 人民军更开始在城市的连外道路上设置路障 封锁城市 在接下来的两日内 第34团在城市内与人民军部队展开竹房竹巷的艰苦战斗 人民军士兵不断以卫装为农夫等平民的方式渗入城市内 第24师的鱼部沿着城市的街区不断撤退 由于缺乏无线电 无法与鱼部取得联系 师长迪安岁亲赴前线指挥 战斗过程中 迪安甚至亲自以一枚手榴弹摧毁了一辆人民军战车 大量人民军部队开始自城市的南方道路涌入 支援渡河入城的其他部队 美军在承受严重损失后撤出 使人民军第三师与第四师得以在未遭遇进一步抵抗的情况下 自城市的北方、南方与东方道路进程 第24师曾数度尝试重建防线 却也屡次遭拥有数量优势的人民军击溃 7月20日结束时 迪安命令第34步兵团团部撤离 他则获得了更多来自第一装甲师的战车增援 在战车试图突破人民军路障的同时 迪安则与位数不多的美军部队跟随在后 第34团的残不成50辆车撤出大田 但在城市边缘遭北韩军队伏击 多辆军车被机枪与破级炮等火力摧毁 迫使其他部队以步行的方式撤离 在接下来的战斗中 迪安所乘坐的吉普车在一处路口转错了方向 导致其脱离其他美军部队 由于无法掉头 迪安与其随行部队计划自行返回美军防线 但在35日后 迷路且孤立无援的迪安与其随缘遭到人民军俘虏 在受监禁的多数时间里 北韩方面均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因害怕在长期行求下可能会被迫透露重要情报 迪安曾多次求死 北韩高层曾屡次以酷刑折磨威胁迪安合作 但事实上后者从未遭到行求 北韩方最终发现了迪安关败少将的事实 但仍旧无法从他口中获得任何情报 在第34团完全撤离城市后 第21团一随之撤出 人民军则完全进战大田 战役结束时 美军方面清点出922人阵亡 228人负伤与近2400人失踪的伤亡数字 其中多数失踪者均立属于第34团 有证据显示人民军曾处决或俘虏了部分失踪的美军 虽然遭到重创 第24步兵失人成功达成拖延人民军的攻势 至7月20日的任务 此时美军部队已在半岛东南部的釜山周围 设立的釜山环形防御圈 由于迪安少将下落不明 因此第24师师长转由约翰H秋奇少将出任 在经历三周的战斗后 该师的伤亡数字共战全师兵力的30%左右 历史学家将第24师的严重损失归咎于训练 装备与战备的不足 北韩方面的伤亡数字则因人民军各单位间的通讯量不足 以供美军截取讯号情报 因此无从估算 可以确定的是人民军装甲部队蒙受了重大的损失 总计约15至20辆的人民军战车 在美军反战车武器与空中武力的攻击下遭到摧毁 而北韩战俘亦表示人民军损失了约15门76公里炮 六门122公里破及炮与200名炮兵 人民军步兵的伤亡则相当重大 其中第三师的伤亡状况尤为严重 人民军第三师据报于战役爆发时 约有编制原额60%至80%的兵力 但至战役结束时仅存50% 总伤亡数字约介于1250人至3000人之间 大田战役结束时 美国已派遣了大约相当于人民军数量的兵力至朝鲜半岛 由于在大田拖延作战的表现 第24步兵师或受总统部队嘉许奖与大韩民国总统部队表彰奖 随后进入后备状态接受重整 作为该师第一支回到战场的单位 第19步兵团于8月1日 已施前往釜山环形防御圈前线 美国政府于韩战期间所颁发的头两枚荣誉勋章 均是为表彰大田战役的表现而颁授 由于在前线的英勇表现 第24师师长迪安货班韩战中的第一枚荣誉勋章 但他至战争结束前均遭北韩方面监禁 第二枚荣誉勋章则追赠与乔治及礼比上市 他在部队撤出大田时照料富商士兵 最终于试图协助更多士兵时阵亡 此外 于斗满屠杀事件中遭人民军杀害的美军 随行神职人员赫尔曼G·菲尔荷特 Herman G·Felhalter 亦于死后获班结出服役十字勋章 感谢收听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立即加入我们的脸书社群一起讨论历史 请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我们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